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好 我承认这个真的对不起 就是其实一早都是去了那个salon已经弄头发了 但是因为我就是要染发的关系 然后时间遇得不够好 所以就迟到了 不是玩了 真的工作 所以也是对不起啊 对不好意思 班长典礼过后 Carrie便休息放大假 跟着家人四处拜年 Carrie表示今天是农历新年后的第一天工作 过几天便会去美国加拿大登台约一星期 感觉很兴奋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去美家工作 特别是当中有三天的假期 还可以跟助手去滑雪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复工了 然后只过几天我也要去那个美国加拿大 然后去登台 所以真的很兴奋 因为很久没有去 对 对于龙年大忌 Carrie表示 公司希望她自己写歌 所以这一年应该会在家里努力写歌 被问有否对拍电影感兴趣 Carrie笑颜其实有兴趣 但是没有信心 但如果有合适的电影 自己也乐于尝试 电影啊 其实也有的 但是 就是没有那个信心吧 好像对音乐有信心多一点点 所以啊 如果有合适的那个电影 我也会有兴趣的 Carrie笑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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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rrie笑颜